各位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 肯定都少不了 被一些无良的黑心商家 坑天的经历 轻点的呢 就是你买到一些假冒伪劣 质量不合格的产品 重一点的呢 就是出门旅游 人生地不熟 被一些饭店呢 或者是酒店呢 宰客 损失些钱 最严重的呢 那就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那么对于这样的不良商家呢 咱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 叫黑店 就你不管什么程度的 他只要是个黑店 就造人痛恨 那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呢 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 这种黑店 咱们最熟悉的黑店形象啊 那恐怕是水浒传里边 十字坡卖人肉包子 那个孙二良开的店 再有就是电影 新龙门客栈里边啊 张万玉演那个 老板娘金香玉 开的那客栈 这二位可不光是谋财 他还害命 当然这两个黑店呢 都是小说跟电影里虚构的 有人为的夸大成分在里边 现在咱们一般能接触到一些黑店了 都远远达不到这么恐怖的程度 但是今天我要给大伙说的这黑店了 可不得了 这个黑店的黑衣啊 恐怕要比孙二娘 加上金香玉 都要残忍 都要惊悚 都要令人发指 说的是19世纪末的美国 确确实实有过这么一家黑店 在全美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这个黑店呢 就是载入美国史册的第一起连环杀人案发生地 世博会酒店 说这世博会酒店怎么来的呢 这个酒店在没被人发现有连环杀人案之前呢 在美国就已经很有名了 它是成名自1893年美国世博会 1893年这一年呢 轮到美国办世博会了 因为上一届呢 在法国办的世博会啊 法国办的特别成功 在世界面前呢 是大出了一把风头 那么这届轮到美国来办了 美国政府就决定 一定得把这世博会办的更好 要全面超过法国 向全世界展现我们美国的强大实力 所以当时美国政府啊 就大力扶持世博会的举办地 芝加哥啊 发展芝加哥的商业 那么在世博会期间呢 来自各个国家的商人和游客 蜂拥而至 根据留下的数据统计呢 在世博会举办期间 大概有2750万人到芝加哥参馆 这在1893年来说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流量 那么咱们有过解假日 出门旅游啊 朋友啊 肯定有这个经验和体会 就这种特殊的大型庆典活动期间 什么是所在这个城市最稀缺资源 那就是酒店 那么当时芝加哥最有人气的酒店是哪呢 是芝加哥南部的一家古堡酒店 后来因为这家酒店在世博会期间名气大了 大伙都给它起了名 就干脆就叫世博会酒店 那么这个酒店立刻在哪呢 除了服务呢 在当时是第一流的以外 还有一点其他酒店都比不了 就这家酒店的房间隔音做的最好 有人说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那个时候由于建筑材料各方面的限制 绝大多数酒店隔音做的不好 你不像隔壁那屋打麻将 你这屋听得很清楚 谁喊胡了你都知道 所以谁的酒店隔音做的好 那可能这酒店就特殊的受到大股习惯 你看咱们出门在外 玩了一天了 最希望的是什么 回酒店能够好好休息 每每的睡上一觉 那隔音不好 那对于很多睡眠不好的旅客来说 那就等同噩梦 那么当时这家古堡酒店 就这世博会酒店 隔音效果做的最好 所以这个酒店呢 几乎是天天爆满 房间供不应求 当时这知名度呢 就可能就跟现在说什么 迪拜那个七星级的风帆酒店似的 就名气那么大 可是呢 世博会过去两年之后 这世博会酒店倒了霉了 怎么着呢 这是1895年 8月19号的这天 芝加哥当地消防局呢 接到警报 说世博会酒店着火了 哎呦烧够呛 那么经过消防员呢 奋力扑灭火势之后呢 按照惯例呢 得进里边检查房间的受损情况 好像这个保险公司在汇报 那等到相关人员进入到酒店检查之后呢 发现这酒店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它比外表看上去复杂多了 酒店的房间布局啊 错综复杂 走廊的曲折忧伸 还有些楼梯 你都不知道是通往哪的 一般酒店里头可不是这种装修 它最奇怪的是呢 很多房间里面呢 都有二门存在 好多房间里有隐藏的秘密通道 而这些秘密通道里面呢 还有一些陷阱和机关 就这个酒店你到里边一看 都不像一个度假酒店 像什么呢 就像好像咱们前几年看的盗墓题材的那个影视剧 就跟有些这个墓地似的 就地下的坟墓似的 设置重重的机关 到最后工作人员捋清了酒店情况之后呢 发现酒店还有一个隐藏的地下室 特别大 等到他们打开地下室门之后 所有人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 整个地下室啊 简直就是个地狱 那么根据当时进入过地下人的叙述 进入过地下室 这些人的叙述呢 说一进去啊 就有一张血淋淋的解剖台 反正也不知道多少人在上面丢了命啊 反正这血腥味能熏死人 解剖台旁边呢 是个装满了强酸溶液的大桶 在房间四壁呢 挂着各种各样可怕的行驶工具 什么刀啊 斧啊 鞠啊 匕首啊 电棍的等等 好几十样 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地下室里边呢 还藏着一个焚化炉 这也不知道烧什么东西呢 反正跟那个火荡厂的炉子差不多 消防人员呢 还在这炉灰里翻出了女人的金项链 这个时候 看到眼前一队的消防人员 基本明白了 这什么酒店呢 这就是活生生的屠宰场 说这里怎么会有这种设施呢 那得赶紧找酒店老板问问 哎 酒店老板是个英俊潇洒 风度不凡的人物 这么一看呢 他很有可能是披着人皮的恶魔 后来警察介入一调查呀 至少有200人 在这酒店里边被害死了 你想想200人 这是多少起命案 涉及多数个家庭 得有多大的社会影响 那么这座世博会酒店的主人呢 也就是这起啊 连怀杀人案的凶手 名字叫霍姆斯 他是个丧心病狂的杀人犯 他还是个智商非常高的人 而他杀人呢 不像我们日常见到那些 有的是屠材害命 有的是冲动杀人 有的是被报复 他杀人动机是什么 就是满足自己的变态欲望 一开始他也是屠材 他最早建这个 世博会酒店的时候呢 他就把他整个谋财害命的计划 全部都部署好了 他想利用酒店呢 持续不断作案 那就必须在酒店里面设置好各种各样的机关和按门 可是我们也知道 酒店是一个大工厂 他一人干不了 在建造过程当中呢 很多工程师师工人员都得进入 你很难呢 不被这些人发现里边的秘密 你得用他们建呢 这是他们的嘴 你怎么能放得住呢 关于这一点呢 这个霍姆斯很聪明 他一开始就想好解决办法了 你看咱们正常的盖房子顺于什么呢 先出个设计图纸 然后呢找施工队 按照这图纸施工 最后呢完成交付 可这个过程霍姆斯说不行 这非得是内幕容易露出去 他另辟蹊径 干嘛呢 他把整个酒店呢 像机械零件一样拆成好几个部分 然后把这些不同的部分呢 交给不同的设计师跟施工队 就你干一块他干一块 你不知道他干的 他不知道你干的 形成不了整体印象 而且整个酒店的建造过程呢 换了一批又一批工人 这批工人刚干到一半 马上换一批工人 所以自始至终呢 也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这个酒店的具体构造 因为他完全是化整为零 拆开式的施工 那么酒店建设好之后呢 霍姆斯就开始实行 他的罪恶的杀人计划 可能很多人会奇怪 他杀了二百人呢 这么多人 一直没人发现了 这是霍姆斯另外一个精明地方 就是他杀人 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目标定位 你比方说到酒店来的 程庆节队来的 三五个朋友一块来的 这人他不杀 为啥呢 你这么多人一下就没了 人家家属肯定得找啊 这是个事啊 而且你万一又有一个 你没下手的 那他能不追究吗 所以这太有风险 另外有绅士背景的 他不杀 为啥呢 怕人家真找上来 人家家里头有势力 那没个人多大个事 再一个 芝加哥本地的人 他不杀 这一点其实咱们就很好理解了 你还有不少 那黑社会的什么的 你问他街坊 不会啊 那小的人挺好啊 见我都笑嘻嘻的 我家有啥事 还帮忙呢 还借钱给我呢 兔子不吃外边草 所以芝加哥本地的人 他不杀 那么这个霍姆斯杀谁呢 他专门挑选那些 单独旅行在外 而且呢 又相对这人呢 比较瘦弱 瘦小 选这样的人下手 为啥 单独旅行在外又没了呀 别人也不好找 互相也没通生气 因为那时候什么手机电脑 什么都没有呢 在比较瘦弱 这不用说好下手吗 当时酒店的登记系统特别落后 你想那会儿也没电脑 也没互联网 都是靠人往上写 手写登记 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你基本上要是外地到芝加哥来的 什么时候住进来 什么时候走 都是酒店单方面说的算 说你啥时候来 记上 说你啥时候走 也是手写 都自个说了算 警察就查这个酒店记录 你也查不出什么来 你要搁到今天 那肯定不行 你凡是正规的旅店 都跟公安系统挂钩 拿着身份证 拿着护照 什么的 你住取记录 一般最少都能保存四年往上 你这大货人说没就没了 那肯定不行 所以那个时候 他科学技术条件 没到这程度 也给霍姆斯犯罪 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那么酒店里的每一个房间 对于霍姆斯来说 都是开放 确定好了下手的目标 霍姆斯就控制房间里的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是什么呢 是事先设置好的瓦斯通道 向房间里注射毒气 或者催眠瓦斯 等到这旅客不知不觉 失去抵抗能力之后 就把这旅客带到地下室 或者进行残忍的活体解剖 或者是其他惨无人道的实验 前面我们说 是这个酒店隔音效果非常好 为啥做得这么好 就是怕你这边弄人的时候 那边人听到 所以这样在旅店的其他旅客呢 丝毫不会感受到 有人在酒店里 遭受到非人的折磨 而且为了防止受害人逃跑呢 霍姆斯还在那个 害人的地下室里呢 安装一个探测器 只要是有人踏上地下室的台阶 警报器就会响起 霍姆斯接到报警 赶过来进行处理 每一个被他杀死的人 在死之前霍姆斯都会逼着 他们签署一份财产转让协议 通过各种刑具逼他 让他们把所有的财产 都转到他自个儿名下 那么杀人约会的整个过程 在当时啊 那可以说是天一无缝 那至于被害人的尸体呢 霍姆斯也没有浪费 当时美国各个医学院校 可用于教学的标本呢 严重不足 就这一点其实不是说 那个时候就搁到现在 我由于咱们中国人 很多人的这个观念嘛 是入土为安那之类的 一般也没有人 愿意把自己家属去世的尸体 让医学院来解剖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 一些慈善机构还得动员 捐献遗体 当时在美国呢 这种情况呢 也非常严重 就各个医学院校 用于教学的标本 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霍姆斯就通过自己 事先联系好黑石渠道 把尸体倒卖出去 那至于实在无法处理的尸体 咱们前面说了 地下室里面还有个焚化炉 他就把处理不了的尸体呢 扔进焚化炉彻底销毁 你看他这个犯罪啊 计划精密 目标定位准确 善后措施完善 这几条加起来 就导致这霍姆斯杀人无输 200人 依旧能够长时间逍遥法外 那么说霍姆斯把这一切 安排得这么天衣无风 他最后是怎么落网的呢 是因为酒店大火才暴露的吗 并不是 其实之所以 能够消防人员进到里边 有警察的配合 因为你事先的得征得 这个酒店老板的同意 而这时候警察帮助之下呢 消防人员在酒店老板不知情的时候 就尽力开始调查了 这就说明什么 早在酒店着火之前 这个霍姆斯已经被警方盯上了 怎么被盯上的呢 1893年呢 这事报会结束之后 你想这个 那么大的这个活动结束了 来酒店的人就开始变少了 有时候一天呢 总共就来不了几个人 你想来不了几个人 你要把这几个人秃材害命啊 突然酒店里就没人了 这个恐怕呀 有点扎眼 这霍姆斯再想作案暴露的风险就比事报会召开的时候 那人乌洋乌洋 少个十几个人 个半人也不显眼 风险比那会就大多了 所以霍姆斯也知道 总走夜道啊 难免会撞见鬼 自己虽然这计划周密 保不清哪天哪个环节出差错 就把自个儿搭进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霍姆斯呢 就琢磨 哎呀 杀这些人也弄不少钱了 该浸盆洗手了 反正钱挣的差不多了 我得洗白自个儿 就这么的呢 这霍姆斯呢 关闭了酒店里面那些二门机关 哎 把这些机关都关闭了 然后把酒店呢 交给手下人打理 自己干嘛呢 哎 出去干点正经生意 哎 准备做点别的 可是他想的挺好 你等真做起来啊 他发现没那么容易 又为啥呢 你说天底下你赚钱 还有比这种屠材害命 把人钱直接转自己名下 还有比这容易的吗 你看杀人 你觉得这事了不得 但是你看弄钱的过程 这霍姆斯科觉得太痛快了 说弄就弄了 而且这人心一旦这贪欲起来了 你很难把它再压下去 就像咱们不少朋友说炒股票 为什么最后弄的倾家荡产 开始的时候可能所有人都想 我进去挣一笔钱我就跑 可是你挣了钱之后啊 你就舍不得了 你还想挣钱 觉得这钱来的容易 你看那股票呢 数字哗哗的往上涨 你就不像咱平时祈祷贪黑上班 拼命工作 挣钱那么费劲 所以很多人一头扎进就出不来了 等到真正醒悟的时候 那已经毁着晚意了 霍姆斯也这样 你看他之前干的啥 咱一看有些要说写 这叫没本钱的买卖 他不干这个了 不杀人越货了 他真正经商以后 他发现呢 钱难挣使难吃 这个赚钱的速度啊 正经经商啊 跟谋财害命比起来 太慢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觉得 哎呀 还是我原来的活好 你看这霍姆斯本身 是个智商极高的人 所以他在金喷洗手 没多久之后啊 他这高智商啊 驱使他琢磨 又往邪道上想办法 想办法 所以我不想杀人了 我怎么办 我再研究别的 别的快钱的方式 什么呢 诈骗 骗啥呢 骗保 骗保险 就是联系一些人呢 让他们假装死 然后呢 让他们家属去向保险公司索要赔偿 霍姆斯在这过程帮忙 最后分成 一开始呢 霍姆斯想的挺好 骗保 他当中间人从中赚好处 即使被发现了 我这顶多是经济犯罪 发现钱就完事了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呢 这新买买刚开张的头一笔 他就把字笙给搭进去了 怎么回事呢 这霍姆斯啊 找到一个叫皮特泽尔的人 跟他商量好了 说你呀 负责假死 我来帮你办理保险的手续 最后挣到钱呢 咱俩平分 达成协议之后呢 这霍姆斯就给皮特泽尔安排一场火灾 那么等到救护车到来之前呢 用一具已经烧焦的尸体 来代替皮特泽尔 之后自己再带领皮特泽尔的家人 去认领尸体 从保险公司那里呢 骗取高额的保险金 本来这个事情呢 进展的很顺利 保险金也让他们骗到手了 可是分赃的时候呢 霍姆斯动起歪心眼了 为啥呢 这皮特泽尔假死的事情啊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只有他跟皮特泽尔 还有他家人知道 在外界看来 这皮特泽尔已经是个 法律意义上的死人了 那么我要把这皮特泽尔弄死了 那不就神不知鬼不觉吗 钱不就是我的吗 就这样霍姆斯 一时贪心 冲操就业 玩了把黑吃黑 把皮特泽尔杀了 自个儿一人独吞保险金 那么这时候霍姆斯呢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误 你过去啊 你在酒店里杀人 能够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 他就挑那些单身的 查不到去向的人 这回不一样啊 人家皮特泽尔还有家人呢 皮特泽尔这老婆 左等丈夫不回来 右等丈夫不回来 又没看到事先说好的赔偿金 时间一长 皮特泽尔他老婆就觉得 这事不对劲 所以终于在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呢 他老婆呢 下定决心了 到警察局报案了 碰到霍姆斯 怀疑呢 霍姆斯骗保之后呢 把自个儿账目杀了 黑之黑自个儿独吞那个保险金 那么接到报案的美国警方呢 那得对霍姆斯展开调查 一调查呀 发现这霍姆斯还真有问题 首先根据皮特泽尔老婆的口供呢 杀不杀人咱先不说 起码这个保险诈骗的罪名才是没跑的 另外警方在调查后呢 还通过另外一件事情 确定这霍姆斯有问题 什么呢 这个霍姆斯他用的是个假名 他真名呢 叫赫尔曼维布斯特马盖特 你说你一个好端端的人 你自个儿名字不用 你用假名干啥呀 那肯定有事啊 那么顺着这条线再往下查 就查到了霍姆斯 是世博会酒店老板这个身份 当然这个时候呢 警方没有怀疑到呢 说这酒店本身有问题 而是呢 对霍姆斯呢 当上酒店老板的过程产生了怀疑 说这个酒店 原来这不是古堡酒店吗 它不是一家酒店 最开始是一家药店 店主呢也不是霍姆斯 是个叫霍尔顿的老人 霍姆斯当时在这药店里面打工 有一天呢 这个店主霍尔顿呢 这老头查出了身份觉 认趣日无多 这霍姆斯跑过来呢 就找霍尔顿的夫人 劝他说 说你看你丈夫死了 剩下这么个店 你个女人精英气也不方便 你就把店盘给我吧 哎 你们拿着钱呢 该看病看病 万一霍尔顿先生哪天去世了 你以后生活啊 靠着我盘店这钱 有个保障 就这么着呢 要店的所有权 就转到霍姆斯名下 但让人奇怪的是呢 原来这店主霍尔顿去世之后啊 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夫人 霍姆斯给的理由是什么呢 啊 这霍尔顿他夫人呢 拿着我给的钱呢 回到加利普尼亚老家养老去了 那么结合前面这种种信息 他有杀人嫌疑 就让人产生怀疑了 说霍尔顿夫人 是不是压根就没回老家 而是被霍姆斯给杀害了 所以这就越发增加了警察 对霍姆斯杀人的嫌疑 毕竟呢 一次可以说是偶然 这所有事情呢 都跟着霍姆斯有关系的时候 说明这个人确实有问题 那事情查到这呢 美国警方呢 基本可以确定 霍姆斯有重大嫌疑 马上就立案调查 把他给缉拿扣押了 按照以往的实案流程啊 你像霍姆斯这种杀人犯 只要一被抓到 审讯几遍 基本就都料了 都交代 可是这次美国警方发现 资格遇到个硬查 霍姆斯非常清楚警方 对于谋杀案的办案过程 因为当时呢 还没有什么DNA对比技术 除了说家属认领 还有大量的人证 几乎没有别的手段 可以判断一个人身份 而偏偏呢 之前因为保险诈骗 咱说这皮特泽尔的家属呢 已经在确认书上签了字了 说这人死了 这就等于呢 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霍姆斯杀了皮特泽尔 所以当警方找到霍姆斯的时候 这霍姆斯特别镇定 还没能警方证认询问呢 他就直接主动承认了 确实我是保险诈骗 我想花财 我利益寻心 我有罪 我不该诈骗 你们看着办吗 按照法律 保险诈骗该怎么判 我都认 非常配合 可是警方问杀人的事情 他彼此不认 我是无辜的 我怎么敢杀人呢 霍姆斯心里明白 反正事情过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也查不到什么证据 那么面对霍姆斯 这种死不承认的架势 美国警方真是拿他 没啥办法 明明知道 人是霍姆斯杀的 但是没有证据 没法对他进行审判 因为美国这个审判 是特别讲的证据 那么就在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霍姆斯 逍遥法外的时候 是不是会酒店着火 这一下子进礼调查 所有真相浮出水面 霍姆斯的所有罪行被拾锤了 这时候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想不承认也不行 1895年的11月 霍姆斯被芷安格法院判处侥刑 一命呜 咱们看着霍姆斯犯些滔天罪行 罪不可赦 但也正因为他的罪行 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除了完善司法调查 和酒店登记系统的漏洞之外 整个美国的司法界 就开始琢磨一件事 说这个人就为了屠材 居然200人他都能杀 他这心理是靠着什么来支撑呢 因为在霍姆斯之前 还真没有过谁 有如此残暴的杀人记录 美国司法界也想知道 霍姆斯在开始作案之前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能让他心如铁石 如此的残忍令人发指 他是怎么产生这种 极端的反社会人格的 那么在霍姆斯判刑之后呢 在关押期间 对霍姆斯呢 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审讯 大致内容就是呢 反正事情也这样了 就跟你聊聊天吧 你说说 你过去人生经历 咱中国有句老话 叫鸟之将死 欺名也爱 人之将死 欺言也善 霍姆斯这时候 值得自个儿必死无疑了 那先前顽固抵抗 拒不配合 这套也没用 所以呢 很配合询问 向警方要支烟就开始说 甚至呢 他还主动的帮警方做总结 他总结了什么呢 他自个儿说 说我之所以成了现在这样的杀人犯 这得源于啊 我这不幸的童年 霍姆斯就交代了 他呢 生活在一个家境还算富裕的家庭里 可是他父母呢 在教育子女上面有很大的问题 他爸爸的好喝酒 啊 可现代话说呢 就是酒逆子 而且喝完酒之后 好动手打人 有很强的暴力倾向 他教育自个儿孩子的方式就三种 关紧闭 不给饭吃 拿铁子抽 你看这个当爹的不靠谱 他妈也没起到什么好作用 他母亲的性格非常懦弱 对霍姆斯教育呢 就是忍让宽容 就那边他爸爸 稀里咔嚓打他 这边他不管犯啥错误 他母亲呢 都不管他 还有点腻爱他 你想想 这就像拔河似的 这边往那头转 那头往这边转 两边这种啊 较劲式的 拉力式的极端教育 让霍姆斯从小 这心里就扭曲了 尤其是呢 是对于什么忏悔同情这些事情 深恶痛绝 就练得对什么都麻木 铁石金长 那么这霍姆斯在家里不受待见 到学校他日子也不好过 因为长期受到父亲虐待 造成霍姆斯在所有同学里面 身材偏弱小 而这种弱小的学生呢 往往呢 在校园霸凌事件当中啊 是最容易受到同学欺负的 时间一长呢 霍姆斯为了发泄 每天遭受的折磨 就开始跑到家附近的树林里边 抓一些小动物来虐杀 干一些解剖青蛙呀 摔死麻雀之类的 你说到这儿 咱们有朋友知道说 前不久有新闻 一个大学生拍那个虐猫的视频 你像这种的残忍的倾向 一定是他心里有问题 那么霍姆斯的变态心理呢 就是在这时候做下根里了 那么他彻底形成反社会人格 是什么时候呢 有一次他被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欺负 逼着他到实验室里边呢 干啥呢 说那里边不有人体骨骼标本吗 我们都不敢碰 你逼着你 你去摸一下去 其实就是欺负的恶作剧 可是这次呢 校园暴力事件 没有让霍姆斯崩溃 反而给他打开一扇 通往恶魔道路的大门 霍姆斯发现呢 自从他赶进实验室 摸了那个真的人体骨骼之后 周围人开始怕他了 哦 这时候他明白了 原来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别人就会怕你 大伙记得古龙的小说 那个 绝代双胶里边 说恶人骨十大恶人 有个李大嘴 说吃人肉 他并不是愿意吃人肉 有一次他胆大 吃了人肉之后 发现周围人怕人都不行了 原来他打不过人都怕的 他才明白 哦 我干这种可怕事 你会怕我 所以刺激他在这条路上 继续往前走 霍姆斯也是一样 从此之后呢 霍姆斯开始对这个人体解剖学 产生浓厚兴趣 到后来呢 发展成了病态的痴迷 用他自己话说呢 我呀 不能不杀人 我就像诗人一样 灵感一来了 我就得马上写作 就得写诗 霍姆斯交代完他的经历 美国的司法界和一些心理学家 意识到 不幸的经历啊 会影响人的心理状态 进而呢 会诱发犯罪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 美国司法界对罪犯的心理层面 开始的广泛关注 你看现在咱们也知道 犯罪心理学呢 是一个专门的学科 而且现在研究犯罪心理学呢 越研究越先进 为什么要对这些犯罪的人 他的儿童时代进行研究呢 因为在儿童社会化开始之前 孩子主要呢 是从母亲那里汲取能量 他形成了自身的心灵力量 而那个时候 他对父亲呢 开始是对抗的 然后对抗一点点 接受自己父亲 发展上认同 开始从父亲那里面 继承了价值观和道德观 如果一个人小的时候 先是遭遇一个糟糕的母亲 后来又碰到一个暴虐的父亲 那这就会让他呀 带着完全破碎的自我 根本没法完成 正常社会化这个环境 也没法令他的精神力量 内化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格 这就导致他日后啊 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霍姆斯就是典型的这种症状 你看水浒庄里面的孙二娘 他为什么后来开黑店 卖人肉 包人肉包子 就是因为孙二娘自己呀 遭遇过不幸 为了报复 才火通丈夫 蔡元的张青 来开着黑店 谋害过路的行人 所以这种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呢 最终帮助各国警方 减少了破案的难度 同时呢 也从根本上呢 解决了很多潜在的犯罪隐患 所以对这个的研究呢 也使很多心理学家意识到 就随着我们现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每个人承受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 那在这个时候很难保证我们心理上不出现问题 所以说对心理的调整 应该是每一个走向社会的人 时时刻刻要注意到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了 你一定要去找心理专家问一问 或者自我的通过旅游啊 放松啊 来调整一下 否则的话 这种心理问题 不会因为这事过去了 它就完全没有了 而会留下来 像银行存钱一样 一天一天它多起来 到了一定程度 量变导致质变的时候 它爆发了 有可能我们的心理状态 真的就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想这一点呢 从霍姆斯案件上 也值得我们每个人 好好琢磨琢磨 这个事情留给我们的启迪啊 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